当雪晨此时更加觉得这个二叔为人不错 自己的儿子都已经失业去混泥瓦匠了 也没有去他们家找他帮忙 就在这时候二叔的儿子 张大山从外面走了进来 去干了点活 刚回来 雪晨也来了 一会喝一点吧 我听二叔说 你最近失业在家 刚从部队上退下来的时候 我以为当个拖拉机手那是铁饭碗 没想到 这干了没有一年 这铁饭碗就被砸了 你说我能咋办 哎 都是烦心事不谈也罢 大山哥 冒昧的问一句 你以前在部队上是干啥的 以前是开卡车的 原本是想转个工厂当卡车司机的 可是工厂就那么多 没有弄成最后只能去开拖拉机 现在下岗了 以前大山哥可帅了 开着大卡车 走南闯北 要不大山哥跟着我看吧 我的公司现在就差卡车司机了 到时候你负责开车给燕京送货 怎么样 工钱的话比国营的卡车司机至高不低 江雪晨现在确实需要有人来搞运输队 现在他要运送的酒水越来越多 现在的卡车司机都很珍贵 毕竟有驾照的人就少 就更别说招募这些人了 雪晨你没有骗我吧 哥 雪晨现在可是太行公司的老板 也要经常往燕京发货 一定是需要卡车司机的 大山哥我想要组建一个自己的运输队 但是苦云没有人手 如果可以的话 你来我这里帮忙 你帮我组建一个运输队 我让你当运输队长 工钱是其他人的两倍 我有几个同班的朋友现在也没有工作 我可以叫去来帮你搞运输队 你看怎么样 这可太好了 我就喜欢用这些退伍的军人 江雪晨说的是实话 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跑运输 可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毕竟穷山恶水出刁民 这些军人身体素质一流又有纪律性 让他们开卡车搞运输 比一般人可靠多了 二叔 我有件事情要拜托你 而且也只能拜托你 希望你不要推辞 雪晨了 你放心 只要二叔能做的 一定帮你做好 我大姐要结婚了 我们打算8月15中秋节搞婚礼 我姐结婚是招讯 算是给我们家添定进口 这场婚礼 我想让你帮忙主持 毕竟现在你是大姐唯一的长辈 而且家里面的祖谱 也在你的手里面 到时候大姐的子女 也会加入祖谱认祖归宗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秋水的婚礼 我一定给她主持的顺顺利利的 大姐结婚的时候 我想用老年间的方法找人抬脚 二叔你觉得如何 雪晨了 抬脚也是有讲究的 得是秋水的哥哥弟弟 我们家族人丁稀少 就你和的大山也抬不动轿子了 没有必要那么按照老年间的稀俗 抬脚就是个象征意义 就是想抬着大姐在村子里面转两圈 告诉大家我大姐现在门没长上 确实秋水受了很多的苦难 你这么做我能理解 只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找六个你们村撞小伙子 加上你跟大山 足以 听着二叔的话 江雪晨长出了一口气 到时候的细节让二叔跟母亲去商量 吃过午饭 辞别了二叔一家人 江雪晨带着他们两个回到了家中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妥当了 二叔已经答应 举办我大姐的婚礼了 听着江雪晨的话 母亲点了点头 你小子 向来无事不访友 说吧你这一次来想要干啥 我有个朋友叫陈清风 他在市区搞了一个丸子作坊想要猪肉 我想让你们肉联厂给他送猪肉 你觉得怎么样 你们家就是养猪的 你直接卖给他不就好了 我们家的猪都是整猪 价格不便宜 但是做丸子用这么好的肉浪费 你们肉联厂每天不是都有一些碎肉吗 把这些碎肉用低廉的价格卖给他 如何 你小子可真会占便宜啊 反正都是做丸子 碎肉整肉大家都吃不出来的 口感也一样 关键是这样能够控制成本赚的更多 商人嘛 肯定要压低成本才能赚钱啊 无商不监 你们这些奸商的事情我不管 我可以帮忙 不过你得给我带几瓶好酒过来 我只要你最好的那款太行酒 酒这东西 明天我就给你送过来 哈哈 两人聊了一会江雪晨回到了机械厂 老板 刚才有一个叫小林的姑娘 给我们公司打电话 小林姑娘对你说啥了 老板 小林姑娘说 她跟着市区的打工队伍到了广州 她要在广州的纺织厂工作一段时间 让你不要担心她 让你把她平安到达的消息带给她的家人 徐龙 小林是我妹妹 以后接到小林的电话 第一时间去我家告诉我 你都说了年后给她找一个好工作 她怎么就这么等不及 迫不及待的去南方打工了呢 这丫头是个有主见的 自己认准的事情扒头牛也拉不回来 我听人说政府组织去南方打工 三个月后就可以回来了 到时候我们再去说说这个丫头 清宁 明天我打算去日本一趟 要把酒水生意在日本打开 去了那边多注意安全 早点回来 陈叔 我给咱们现的肉连厂的虚光头说好了 以后让他攻击你们做丸子的碎肉 这样你们的成本能够更低一点 能够赚更多的钱 雪晨啦 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多亏听了你的 我们家把丸子搞了个品牌 现在大家一说到我们家的丸子 全都承赞 今天让你陈叔 我跟你好好地喝一顿 不了 不耽误你个财迷赚钱了 大年初六就已经开始生产丸子了 我自己也有事情 我要带个朋友去东京 这个朋友应该是个女的吧 我们公司的经理 我们要去日本打开酒水生意 江雪晨说完着急地开车走了 江雪晨这小子 还真的有一些桃花运啊 老板 现在才大年初六 你就来上班了 我要去日本了 你去不去 你不去我自己去了 当然要去了 我一直都想去见识一下国际大都市 学习别人的经商理念 江雪晨带着赵苑上了自己的吉普车 两人先是去了燕京 你要不要回家看看 家里面也没什么人 回家也没意思 不回了 我们直接去机场怎么样 我订的是明天的机票 我今天要去拜访一下岳母 要不 臭男人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下车 我去河绿的总店等你 明天你来接我 我们去东京 大过年的 雪晨你怎么来燕京了 我要坐飞机去日本办点事情 顺道过来给你们拜个年 姐夫 这一次 你们要在燕京 住多久啊 明天就走 今天是顺路来的 你姐都还在家里面呢 清水 你的小女朋友呢 怎么没有带来 还没有过门 哪敢带回家里面啊 要是让我爹知道 还不得打断我的腿 三人聊天的时候 此时青山夫妻走了进来 一进门就看到了 江雪晨他的心里面 咯噔一下子 妹 妹夫 你也在呢 妹夫也在呢 我们过来给妈 拿了几个肉丸子尝尝 江雪晨也没想到 以前的吸血骨 现在竟然也会 往家里面拿东西 可以啊 这还是我第一次 借你们两口子 拿东西回家 是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啊 我现在找了个工作 在报亭卖报纸 可以养家糊口了 青山确实也在改变 毕竟在里面 劳改了一段时间 岳母接过丸子 脸上的笑容 就没有得停过 母亲 家里面确实太冷了 王雪怀孕了 我想让她在你这 住一段时间 你觉得可以吗 要知道这房子 是江雪晨买的 江雪晨当初 买着房子的时候 就明确地说过 不准他们夫妻来这居住 但是他们住的 大杂院强保 遇到这大雪天 房间里面冷的 就跟冰窖似的 浪子回头经不换 我在燕京的大院里面 有不少的煤球 你都拉过来吧 还有房间里面烟筒 一定要检查好 孕妇养胎 可是一件大事 显然江雪晨的一句话 就说明已经冰势浅显了 毕竟江雪晨 现在是大老板 站的位置高了 渐渐地也对以前的事情 开始不在意了 妹夫 那就谢谢你了 母亲 我先走了 看看下午 能不能卖出一些报纸 生活不易 现在的青山 也知道了这句话的含义 毕竟他是个 要当爹的人了 他得赚钱得养家 妹夫 我们两个真的变了 青山现在白天卖报纸 晚上的时候 偷偷地去河边 跟人抓运售卖 都是为了赚钱 脚踏实地挺好的 你媳妇也要省了 多赚些钱 不然你们家 喝不起奶粉的 以前自己太不是人了 让妹夫你看笑话了 不过从今天起 我改了 江雪晨并没有 说帮青山找工作什么的 毕竟这人也需要观察 也许可让他沉淀一段时间 第二天一早 江雪晨和赵月 乘坐飞机到了日本 老板 赵经理 欢迎你们来到日本 好了 别客气了 我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 我不喜欢这一套东西 很高兴认识你 我让你软植入广告 你做的怎么样了 已经在稳固推进了 现在日本的论坛上 已经有很多人 开始在讨论 我们的太行清酒了 刚才你们在说啥 什么是在漫画里面 植入广告 跟你解释了你也不懂 你就等着看吧 等我们的太行清酒上市的时候 一定是相当火爆的 火爆到让你震惊的地步 赵月摸着下巴 这一次他来日本 是来学习的 显然江雪晨 不想过多的解释 他唯一能做的 只有倾听和学习 我们的脚肉机 和丸子制作机 已经弄来了 你联系一些 鱼肉丸子制作的 手工作坊 有没有想要购买的 老板 早在你把机器 运过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联系 那些鱼丸作坊了 但是里面的老板 对我们相当的抵制 那些老板都说 如实用了机器 你让我手下 这十几号员工怎么办 让他们都下岗吗 江雪晨忽然想到了 在这个时代 日本兴起过一阵 抵制机器的热潮 日本这时期 爆发式的经济增长 迅速的机械化 造成了很多人 被迫离开 自己熟悉的职业 你继续尝试 对他们销售机器 我还不信了 我们的机器卖不出去 老板 我感觉很难 这些老板 跟这些员工都很熟悉 而且他使用 这些人工制作肉丸 在日本这个腾飞时代 也是相当赚钱的 所以让他们使用机器 他们是不愿意的 天下嚷嚷 结为力挡 我还不信了 有更赚钱的方法 他们不用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也去港口 开一个丸子作坊 迅速把这些手工业 从业者打垮 毕竟这些人 需要一个带头的模范效应 那这个模范就我们来当 只要有了模范 我还不信这些人 不购买机器 打不过就得加入 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机器才能战胜机器 老板 我去那边的港口 实地考察过 那些搞丸子的人 都是一先上了年纪 没有文化的穷苦人 我们这么搞的话 资本是不相信眼泪的 左左目君 弱肉强食 资本世界是黑森林法则 如果你带着怜悯 驾驭我们的太行公司 我们的公司 会被你驶如歧途的 你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 我可不希望 你成为别人的猎物 我知道了老板 我立刻去码头 搞我们自己的丸子工厂 先打垮这些手工作坊 然后形成新闻 让那些有实力的资本进场 购买我们的机器生产的鱼丸 江雪晨点了点头 对于左左目这一次的回答 还是相当满意的 赵燕在一旁 听着江雪晨的话 瞬间在这个微笑的少年身上 感觉到了一抹寒意 这就是国外的资本市场 圣者通吃 联名只会害了自己